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这一节呢,我们看一看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各种Tomp神构造是怎么实现的 那么所有的Tomp神构造实现呢,都在这一个函数调用里面去 我们现在分别调用每一个各自的一个这个接口 去看一看各种接口对应的Tomp神构造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看的是这样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单字符的Tomp神构造 OK,这个单字符的Tomp神构造是这样子的 叫做NFA for Single Character 好,我们调试起来看一看 OK,我们调试起来看一看 好,这一部分还是定时的,大家先不要管 然后紧接着我们输入一个A,然后结束 结束之后我们往里走看一下 OK,然后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它的实现 进来的时候呢,首先看一下 这辆呢,我们先初始画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大家看,写New一个这样的节点 叫StarNone 紧接着New第二个节点 OK,New第二个节点就进来了 然后把这条边,把这个输入的这个字符设成这个边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Lessme是97 97对应的是这个小写A的一个ASC码值 OK,我们就往下走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一个单字符的所有的这个单字符对应的这一个汤姆生构造就完成了 我们接下来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大家看,起始节点是1,中指节点是2 然后中这个起始节点1走一条这个边A 就是这个字符A,就在这里面就对应的是这一个汤姆生构造 OK,我们看下面一个汤姆生构造 第二个汤姆生构造呢,是点 第二个汤姆生构造是点 大家是否还记得点对应的是 点对应的是任何所有ASC码字符吧 那么点对应的字符呢 点对应的字符呢 是这个除了-r-n之外的-r-n之外的这个-r-n之外的所有ASC码字符都可以对应于一个点 这就是对应一个点 也就是说我们要对应一个点 就是-r-n之外的所有这个字符都对应这个点 所以构造这个点的时候呢 我们的算法是这样的 先构造一个集合是包含-r-n两个字符的这个集合 然后再对这个集合取法 就得到一个不包含-r-n的这个所有字符的集合 那么这样的话对应的就是这个点了 OK,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它是怎么构造的 好,这里面是d 我们先把它给写出来 然后接下来是点 好,紧接着是n OK,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这个 看一下这个点是怎么构造的 好,进来 首先我们构造一个这个起始节点 紧接着我们构造一个这个末尾节点 末尾节点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把这个这个CCL呢 表示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字符集 然后往这个集合中添加两个字符 叫-r-n 这样的话 最后这张我们再取反 大家看一下 -r-n取反 那么取反的时候呢 我们先new一个新的集合 紧接着变另一百二十七个 二十克马字符 然后把在这个不在这个集合中的这个字符加入到新的集合里面去 来看 那么这样的话 原来我们设置的集合呢 是-r-n 现在我们便利一百二十七个二十克马字符之后 把所有不是-r-n的字符就添加到新的集合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循环做的就是这个动作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用走这个循环直接过来 OK 这样的就结束了 这个构造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一百二十七个字符呢 就放入到了这个集合中 这个集合里面就除了这个-r-r没有之外 那么所有的字符主要 只要落入到这个集合里面呢 就可以通过这条边 那么前面呢 对应的是这个二十克马 前几个不可以直接打印的字符 不可以直接打印的字符 就在前面加了一个上括号 那么大家去看这个二十克马表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前面这些字符是什么意思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点 所对应的所有字符的集合 大家看都在这里面 有这个数字字符 有大写字母 有小写字母 这样的话 所有当输入的字符 落入到这个集合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条边了 这个是对点的一个处理 我们再看一下新的 那么有了点之后呢 接下来第三个呢 我们要看的是这个 看的是一个这个字符集 也就是说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们要对应一个新的字符集 是这样的一个符号 然后A-Z 这样的话就表示 我们要这条边要对应一个 这个26个小写字符集合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 字符集是怎么构造的 我们往下走看一下 这里面输入还是一定的 0-9 N 紧接着我们输入这个字符集 A到Z N 好就走过来了 往里走 往里走这时候 首先判断呢 它是不是一个这个CCL star CCL star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字符集的这个左括号 这个叫左括号 先判断是不是有一个左括号 如果没有的话就出错了 OK 有的话就进入就Advance Advance之后呢 接下来做的这一步呢 生成一个起始节点 生成一个起始节点 就生成这样的一个节点 然后紧接着生成一个末尾节点 有了末尾节点的之后呢 我们把这条边呢 设置成CCL CCL就是字符集的意思 这条边的类型对应的是一个字符集 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有了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就是 我们有了这个 设置成字符集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 我们现在后面 后面呢 是不是以一个这样的一个 以一个这个这个CCL 对应的就是这个右括号 如果不是以 如果是在 如果现在不是右括号的话 我们就开始进来去 这个处理这个字符集合 这里判断是这样的 我们完全可以对应于一个这样的空级 大家看 如果是空级的话 就是左括号 紧接着就是右括号了 如果跟着左括号之后 不是右括号的话 我们就知道这里面是有内容的 大家看选中这一部分是有内容的 这样我们就要解析这一部分内容 解析这一部分内容呢 就会落入到这个 都带去这个函数里面去 往下走看一下 都带去的时候呢 首先进来看的话是 首先我判断一下 接下来的字符 既不是这个结束字符 EOS是结束字符的意思 然后CCLN呢 是这个右括号的意思 如果不是这个结束 也不是右括号 那么我就可以进行去解析 OK 那么进来的时候呢 这个带去呢 对应的是这一个 我们中间选中的这一个横线 那么一开始从 这个横线呢 是不能接着这个左括号的 那么横线前面呢 必须要有字符 如果横线前面呢 也就是说如果是左括号后面 直接跟着横线的话 就出错了 OK 现在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往下走 这个first呢 得到的是97 97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A 字符A 好 就往下走 A字符A 接着就往下走 接着A走 往下走了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遇到了 是这个横杆 横杆的话 OK 横杆的话 我们就越过这个横杆 这个横杆我们不用考虑 然后得到下面这一个 得到这个后面这一个这个字符 OK 得到这个字符之后 我们在这里面就进行一个循环 这个first对应的是A 然后后面这个lex点get 得到的是这个Z 然后再从A到Z 总共是26个字符 然后循环 把这26个字符呢 添加到这个集合里面去 好 这个集合循环我们就不走了 循环到里面去 OK 这里就走到这 走到这之后呢 就出来了 好 这样的话 我们就构造了一个整个的 这个A到Z的一个 这个字符集的一个状态 状态集 这个A到Z 大家看 对应的主要是这条边 A到Z 好 往下走出来 好 再把它打印出来看一下 OK 大家看这个A到Z 大家看26个字母 全都在这里面了 OK 这是这个字符集的一个 这个情况 好 那么有了这个字符集之后呢 另一种情况呢 是要对这个字符集取反 给大家看 对字符集取反的话 就是要使得这个集合呢 就是所有阿斯克马集 所有阿斯克马字符 但不包含字符A到Z的 所有阿斯克马的字符 OK 那么就是这里面 就是这个A到Z 我们看一下这个取反是怎么做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取反 取反的话 我们放入到这个Constra For Character Set里面 这里面呢 他就考虑到了一个取反的情况 大家看 这里面有一个取反的情况 我们走起来看一下 好 D 然后是0到9 还是可以的 N 过来 N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这个取反的时候 A到Z OK 这时候我们要取反 就是对这个字符集要取一个所有字符 不包括26个小写字符的 这个阿斯克马字符的集合 放这里面要取反 A 结束进来 OK 我们往里走看一下 好 往里走 我们就走到这里面来了 走到这里面来的时候呢 我走到这里面来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往里走 看一下这个是不是CCLstar 我们这里面判断过了 这个CCLstar判断的是这个 左的左边中括号 左边中括号之后往下走 OK 往下走这时候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上千括号 上千括号对应的就是这个AT-Bolt 这个 对应的是这个AT-Bolt 对应的这个上千括号 OK 有上千括号的话 就表明我们准备要取反了 好 接着往过往这边走 好 往这边走之后呢 大家看这个start node呢 首先创始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节点 这个叫起始制服 好 我们再来关系 这个end node呢 是后面这一个制服 好 好 然后紧接着设置这一条边 设置这条边是这里面 是这条边的状态是一个制服 集 制服集紧接着呢 这个do dash呢 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过了 do dash的时候呢 首先把这个集合呢 do dash的时候呢 先构造一个这样的集合 我们先构造一个这样A到Z的26个字母的一个制服集 好 往下走 OK 这里面是 但这个do dash do完dash之后呢 我们首先构造的是一个这样的集合 有了这个集合之后 我们再对这个以构建好的集合进行这个取反操作 先出来 先往外走 OK 那么接下来这个是一个negative 我们是true true的话就要进行取反操作 我们看一下这个取反操作是怎么做的 前面我们讲过了取反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是便利大概是一把所有127个20克马集合 然后查看一下 那么所有的阿斯克马字符中 不在这个原来的字符集中的字符呢 就加入这个new set OK 过来之后 那么在这个原有集合中的 我们就不加入这个new set了 这样的话 这个new set包含的所有字符呢 就是除了小写字符之外的 其他所有阿斯克马字符 OK 这个就完成了 完成了之后呢 这个new set 就相当于对这个a缸在取反 a缸在取反之后就得到了相应于下面这个的集合 我们往下走看一看 OK这样的话就结束了 打印出来看一下 大家看在这里面呢 这里面这个字符集合呢 大家看这个小写的这个阿斯克马字符就没有啊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呃 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字符集取法 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OK 大家看从状态一到状态二 面对的所有这些输入字符 我都可以通过这一条边 这个所有输入字符里面 就是没有这个小写字符 OK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好 OK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对的是我们刚才所讲解的是这个呃 讲解了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一个单个字符a 第二个情况是单一个点 就是一个通配符 第三种情况是一个字符集 第四种情况呢是一个字符集取法 字符集取法a到z取法 我们这四种具体情况呢 我们做一层抽象 把这四种具体情况呢 统一用一个这个抽象来进行描述 叫做term OK 用一个term来描述这四种情况 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对四种这个具体情况之下 做一个抽象就是用这个term来表示 我们这里面呢就是 大家看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这个term函数 这里面有个term函数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特函数 大家先不要看这个 先不要看这个函数实现 首先呢 这里面做的是一个单个的这个字符的一个情况 这里面呢 对的是对应的是这个一个点的情况 这里面呢 对应的是后面两种 后面两种这个字符集的情况 大家看 大家看面对的是这个 carat set 对面对的是这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用一个term 统一用一个term 来表示这四种具体情况的结合 所以用一个函数 就把这个四种情况的构造 这四种情况的单一构造情况 就全部统一了起来 统一到这里面了起来 所以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之下 我们用一个term 把那么的构造 四种构造方法统一结合起来 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函数 OK 这是对这个前面 这种对 这是对四种简单的这个 tompson构造的一个代码解释 在后面呢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讲解 更复杂的这个tompson构造 后面更复杂的tompson构造呢 都要基于这个term的基础之上 OK 那么大家在后面再继续看我后面的解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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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